好 另外也出包的 这是连惠心代言的 基因儿保健产品 被验出含有信要 不过基因儿 生机公司总经理 他已经供出来 说连惠心他其实不只是代言 而是实际出资者 那么现在案情升温 连惠心恐怕会遭到约谈 法界人士就指出了 就算连惠心不知道 威力先Plus 先加信要 但如果有参与公司相关业务 可能就会涉及钥匙法 那么如果连惠心呢 明知而故意贩卖 可以处7年以下徒刑 罚金500万 如果连惠心呢 是被认定不知情的 那么将处最多 3年以下徒刑 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长女连惠心代言的 保健食品威力先 被查出含有禁药 检调人员一早就到位 于台北市敦化北路的 基因儿公司搜索 带下一箱箱资料 送往市调处 基因儿公司负责人 孔凡希及总经理 曾经营 云丰公司的副总 黄正康 及包装公司负责人 也前往市调处接受约谈 因为本事件造成社会大众不安 以及连惠心小姐 金额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的困扰 本公司深感抱歉 在此并至上万分的牵引 云丰副总亲自出面道歉 并探称含有禁药 加拿大的厂商 那么加拿大厂商在这个混混的过程中疑似有涉及又受到污染 所以造成今天这个事件的发生 混混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有受到污染 那他特别就是写信跟云丰致歉 双方律师纷纷将矛头指向源头 并强调不排除要求加拿大厂商求偿 这波搜索除了厘清公司营业情形外 检掉也不排除约谈连惠心是否了解药物的流向 全案朝违反药事法罪嫌移送侦办 余电TV综合报导